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生了员工抗议 一般抗议理由可能是因为薪水待遇不好 不过这次完全跟着无关 是他们不满意 爬手太多 爬手多到不仅是游客被偷 甚至连当地工作的职员都成了受害者 也许是游客都纷纷提高警觉 爬手没出作案 就干脆找职员下手 当然整个现象也显示 法国的花都巴黎已经成了爬手的天堂 法国警方自己做了一个统计 他们的爬窃案件报案的数目 比去年足足成长了10%以上 当然还包括那些可能没有报案的 那些倒霉的游客 那数目可能更多了 爬窃集团真的是已经盘踞在这里 而且他们最主要的作案对象 就是东方游客 特别是中国大陆的游客 主要理由是中国大陆游客太炫富 太招摇 因此爬窃集团觉得他们很好作案 但基本上他们也分不清楚 究竟谁是中国 谁是日本 谁是台湾因此纷纷的亚洲游客 特别是那些大包小包的游客 就成了爬窃集团最好的作案对象 究竟这些爬窃集团 他们怎么做 他们怎么挑选受害者 他们如何能够成功的骗过你 让你浑然是不觉之间 把全城上下东西 所有都不翼而飞 这里面您看了我们报道之后 相信能够帮助您提高警觉 当然还是奉劝您 一旦去了巴黎 最好小心一点 浪漫花都 情侣们轻的火热 然而花都都快成了花钱消灾的都市 爬手切案 去年第一季 七万六千件 足足比前年高出 百分之十一 尤其全球第二忙碌 每天超过四百五十万人 搭乘的巴黎地铁 都快成了第三只手的天堂 游客的噩梦 尽管市府派出超过七十五名客警小组 专门监控抓人 但光路线就九十公里 还不包括地下通道 只能锁定部分可疑人物 再抓人 爬手多以集团犯案 其中大多是未成年 注意看 画面中已经被爬手锁定的日本女游客 后方紧跟着两名十多岁的小伙子 他们先将后方人群给隔开 这时女游客因为行李太多 改搭左手边的手扶梯 他们故技从事后 假装好心要帮忙化解女游客的戒心 再由后方穿黑甲克的帮忙台行李 这时穿白衬衫的 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将手伸进女游客皮包内 迅速偷走钱包 再放进裤子口袋中 前后不到十秒钟 幸好同样锁定他们的警方 立刻上前抓到了身穿黑甲克的小鬼 这时日本女游客显然完全状况外 还不知道自己的皮甲 早就不一而非 非常感谢 没有问题 被抓的青少年放声大哭 希望警方跟女游客法外开恩 放他一马 对 其实他可能会哭 对于法治疗 他不只做这些 他们是为了这些 除了著名景点之外 没到左岸咖啡喝咖啡 等于没去过巴黎 但同样得小心 小鬼帮锁定你 画面中 这十来岁一男一女 在锁定猎物后 由少女先上前搭讪 声东几西 右边的男生 在以报纸掩护下 只见他轻而易举地 将受害人桌上的手机 给偷偷摸走 不然就是散舞成群 找落单的游客 先假装嗜好 其他人趁机摸走 倒霉鬼的钱包 过程通常 神不知 鬼不觉 直到事态越来越严重的官方 赶紧出面 信心砍滑 Paris is a safe city but we are aware of this phenomenon pickpockets there is violence because forms of delinquency have developed in France and elsewhere 门哨国会被掀开盖子 起因今年4月 巴黎罗夫公 因为连员工都被爬手 爬到受不了而罢工 因而家丑外扬 看看正宫之报 蒙娜丽莎的微笑 失而复得后 不仅用玻璃隔着 还设了安全距离 尽管如此 一开馆 游客就把展示厅给起报 每天3万游客 9成9非看他一眼不可 悄悄大伙 聚精灰神 目不转睛 各个成了木头人 更成了爬手乐见的羔羊 这名男路客 就因为皮包被爬 索性在蒙娜丽莎前举牌 控诉罗夫公 是爬手最多的博物馆 直到被警卫给制止 加上路客 在巴黎频频被爬 甚至遭到暴力攻击 今年省计案件 比去年同期 暴增22% 在陆媒 以及大陆外交单位压力下 法国不得不采取行动 尤其亚洲游客人数 每年以两位数成长 路客到巴黎 L名牌更是一代一代买 简直像买路边摊 买完就坐在地上 被巴黎人认为是财大七粗 成了爬手最爱下手的目标 八月底除了原先在重点地区 所设立小心爬手标志 加强宣导之外 更加派警力到200名 包括便宜 混入人群之中 但面对每年超过 1600万游客的巴黎来说 200名警力绝不可能面面俱到 游客只能处处小心 避免成了爬手眼中的北洋